对待 这是合理的对待吗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来问一下疯狂技师詹姆士 你自己也带过违禁品 然后被搜过生吗 对 我跟你讲 这个LULU的事件 我们先来讲 我听说你也被搜过不是吗 我不只被搜过 我跟你讲 我还被抓在拘留所里面 关了将近一天 那么严重吗 对啊 因为我那个 你带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带 但他就认为 那个海关就认为 我是偷渡客 我那时候是 你怎么会被认为是偷渡客 我跟你讲 你在哪里的海关被人家拘留 美国的海关 我跟你讲 这是有故事的 当年我到在华信航空 华信航空的时候 我们公司要有新的737来 公司就派我们去美国接飞机 那到美国接飞机 那波音在西雅图 华航就没有飞西雅图 华航有飞温哥华 那公司会省钱就说 好吧 那你们就坐到温哥华吧 坐到温哥华 你们自己坐灰狗巴士 过边境 到美国去接飞机 我们就住一台车就开过去了 好 住一台车一开过去 到美加的边境 其实美国到加拿大 就一条i5公路 最北可以通加拿大 最南到墨西哥去了 就从那个i5公路 从温哥华开到西雅图 中间那个边防 车子就停下来 那移民官就摇下窗户 一般大概都是看看护照 每一次就过了 他大概就是看到我朋友 我跟你讲 租队友 看起来像大陆客 他就把我们车直接就铺了 叫我们开到旁边 他就把我们护照拿下来了 到里面去 一刷 他说我朋友 第一个 预期拘留 我想说怎么会预期拘留 那时候我们都在华欣航空 已经当副驾驶在飞 飞了好几年你知道吗 他就说我的同事是预期拘留 而且预期拘留了大概三四年 在美国预期拘留 是他电脑有问题还是 不是 我们就 我们就一行 而且你们语言沟通有障碍 第一个 预期拘留 我想说怎么会预期拘留 那时候我们都在华欣航空 已经当副驾驶在飞 飞了好几年你知道吗 他就说我的同事是预期拘留 而且预期拘留了大概三四年 在美国预期拘留 是他电脑有问题还是 不是 我们就 我们就一行 还是你们语言沟通有障碍 没有障碍 我们在美国念书 我们就被抓进去了你知道吗 就抓进去 抓进去之后 他就问 他就刷我朋友 那个猪队友的那个护照 他一刷他就跟你讲 你呢1998年 就预期拘留 我们去接飞机大概2003年 华信接飞机 他说你预期拘留五年 怎么想搞不通 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预期拘留了五年呢 结果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我们早期进出美国 还要填那个 i94 i94那个白色的表格 以前都要进去嘛 离开美国出境的时候 表格要交回去嘛 你如果表格没交回去 他就认为你没有离开过 那当年记不记得 很多很多老老老 可是我们出关那个护照 盖过张 电脑会跑过的啊 对 但是我跟你讲 当年有没有很多老明星嘛 都在都移民美国 移民美国要做移民间 至少做五年的移民间 可是这些老明星 常常在那个电视节目都出现啊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当初就是 在美国做移民间 我们我们就开车开到加拿大 从加拿大回台湾 然后呢 要再回美国时 再从加拿大陆进 再从加拿大回去 再从加拿大进到美国 那对美国的那个出入境资料 就是你没有离开过美国嘛 你有被脱衣搜身吗 我先告诉你 你脱衣搜身 这是个案还是很平常 常常常都这样 对 但是 阿官我一定要跟你讲 刚刚故事我没讲完 后面很严重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 不是 我跟你讲 我们被脱衣搜身啊 不是 我跟你讲 后面很严重是为什么 你知道我们被抓到那边去 对不对 那他就要查我们行李嘛 我跟你讲 我这租队有好死不死在加拿大 买一些什么双人牌餐具 厨具啊 加拿大便宜嘛 里面都过完瓢盆 海关一去打开一看 里面全部都过完瓢盆 他说你们就是 就是偷渡客要来拘留的嘛 那我说我们不是 我们是飞行员 我们是飞行员 我们是要接飞机的 偷渡客还买双人牌啊 挺贵的 我跟你讲 我们就说 加拿大买比较便宜 我们说我们是接飞机 我们要到西雅图接飞机 我们是飞行员嘛 他说那你有没有邀请 第一个我没有嘛 那我说那你 我们行李里面有制服 你去看我们有飞行员制服 他看到制服 他说 你们这个演戏演整套的 还装 他说你是cosplay 对他说 还买了机长的 你还想好理由 被抓到就说去接飞机 然后还放一套制服 反正他不相信你是飞行员 还放了一套制服在里面 那时候华信又省钱 你知道吗 我们到美国 其实是B2是旅游签证嘛 大家去旅游都是B2嘛 那其实我们接飞机是B1 叫短期商务 接飞机怎么会是旅游呢 对不对 那华信就给我们办观光签证 他就说你这观光签证怎么可能 接飞机就不是观光签证嘛 好 结果我们也解释不清楚 也没办法打电话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被抓的时候 是台湾半夜嘛 根本也找不到人 然后呢 波音我们也不知道哪个部门 可以证实我们是来接飞机 我们就被抓去那边 关了快12个小时 就在美国的 美国那个和平拱门 这个美加边界和平拱门的 小铁牢里面 关了快12个小时 那有没有脱衣搜身 没有 但脱衣搜身我跟你讲 脱衣搜身 那推搜身会不会很夸张的日本海关 在鲁牢发生这个事件 我跟你讲我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 我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 我去年 我去年就讲过这个 我去年就讲过这个事情 美女在新千岁机场裸搜身 我跟你讲 鲁牢已经不是第一件 而且鲁牢还好 他还好 你知道 我这个朋友 他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你知道 第一次出 这个朋友是你前女友是不是 你不要这样 你讲人家 你讲前女友 你把我路都断死了嘛 我这样讲这么绝 但是不是 你怎么害我嘛 你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是不是 我断四连 我跟你讲 他是怎么样 从来没有出过国 你知道 老人家就说 出国玩那个 不干净东西就避免嘛 对不对 要住外面饭店 就带了 给他一包爱草 所以他跟他男朋友 两个身上都带一包爱草 进到新千岁海关一进去 那个裤子口袋鼓鼓的嘛 就问这什么东西 你拿出来 爱草 爱草 那么大包 对啊 但是爱草 但是你怎么跟人家 解释这种东西呢 我们知道 我们连看都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爱草嘛 他们没看白蛇传啊 我看过白蛇传王 那是熊王 我跟他讲 赶快继续 然后海关一看 因为你这个植物叶子 什么都不讲 这个我跟他 你如果看过爱草 干爱草 长得跟那个大麻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怀疑是毒品 大麻叶一模一样嘛 就怀疑是毒品嘛 毒品就抓到小房间哦 我跟你讲 那个还不是 不是真正的 独立 小房间 还不是包厢啊 不是钱贵包厢哦 我跟你讲 他根据他形容是 那个海关人员的办公室 就里面哦 还有男女女 七八个海关哦 都有桌子在那边 工作 工作 是办公室哦 办公室旁边的空地 那个女的两三个海关 都过来对不对 就拿 随便拿一个 像浴巾一样毛巾 就站在旁边 衣服 衣服脱了 旁边还有男 还有男生哦 就在空地拿浴巾围起来 像他在里面 就办公室里面啊 然后就脱了嘛 对不对 那脱了之后呢 还剩内裤 他想说内裤 应该不用吧 对 海关就叫他内裤也脱了 那另外一边呢 因为他跟他男朋友去嘛 对不对 另外一边呢 他男朋友也在那边 也是海关 就男的海关嘛 就在那边 也是拿个小毛巾 也叫他脱了吗 两边一起脱 对不对 我是不知道他 他那时候男朋友 是怎么样呢 要是我的话 就为国争光嘛 对不对 我如果当场在那边 叫我脱 他都假讲耶 他就想要把 他 认真点 他就想把衣服穿起来 他说不行 要等那个 就是两边 都一起检查好 要穿两边 要同步 要同步穿 一起穿出来之后呢 他们还把他的那个叶子 当场就是 前面有个 可能是检测 骨科检的那个药水 反正海关有跟他解释 你这个丢进去 变蓝色 你就GG了 变蓝色的话 大概就要先 就要被关了嘛 要丢进 没变蓝色 这次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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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